心怎麼安定呢? 那我想要邀請三位男人來談就是 從一個心靈安定的角度 其實我這一次就借用 火箱法師的聖靈師父的心靈安定的一個方式 它有一個叫四個要 需要 人都有需要 還有想要 需要跟想要 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還有能要 跟該不該的該要 那我想今天火箱法師來自於法虎山 那我就借用法虎山這個角度來談一談心靈 然後跟土地的觀念 我想各位都有看到了 這三位的語談人跟土地都有很深厚的連結 那聖靈法師的一個分享就是 怎麼樣安定的心 是通常人心會不安定 這四個要是人嗎? 不安定的人是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然後不該要的跟不能要的又偏偏一定要 那當然簡單來講或許 該負責任的該要 那當然該要 然後最後是自己勞力付出實實在在的能要 當然是能要 我們人畢竟都有需求 那所以我想從這一個需要想要的這幾個心靈的角度 然後我想要邀請三位語談人 從他們的人生經驗當中 跟土地的關聯 來談一談心靈價值 那或許可以從四要的角度來聊 那我想四要既然出於法虎山 那我們的我想法是又從馬虎山 我想先請他從他自己的修行的經驗 以及務農的經驗來談談心靈的價值 請 謝謝 主持人剛剛提到需要跟想要這個問題 這也是我自己這幾年來經常在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出家人生活很簡單 永遠穿這一套衣服對不對 永遠就是這個樣子 很簡單 那現在大部分的人 真的有需要去追求那樣子的一個外表 常常要變化嗎 我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現在好像美容醫學那個越發達 有需要那樣子去改變自己的相貌嗎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剛剛有秀他的芒果 給大家看這個人 他也是聖元師父的唯一弟子 這個人他在務農前 他五六年前開始務農 他的薪水很高 一個月大概二十萬元收入 後來因為一個事情 他一期之間錢都不見了 就在他最沒錢的時候 他去找一個最不賺錢的工作 就是當農夫 我去他家 我看他的生活 他的電燈是暗暗的 那他的坐的椅子是破到 連過去中國大陸剛開放 我們看到偏遠鄉村 很貧困的山上人家的椅子 都沒有他的貨 他坐的是拿出來的椅子 真的都是些爛椅子 爛到客人給客人做事 不好意思 這個人從來不化妝 他的衣服去做工 上榮到榮田也穿這樣 參加我們的對談演講也穿這樣 他永遠就是穿那一套 可是他買的食物大概都是買有機的 有機的菜比較貴對不對 他都是蠻有機的 為什麼 他認為他在做環保 過去我去他家吃 他會買豆腐 連豆包也很少 那現在他說他連豆腐也不買 因為自己會生產豆子 吃假豆就有豆啊 幹嘛去買豆腐 就這樣子生活 生活是那麼的簡單 而這樣的人 你說他快樂嗎 他非常快樂 真的 他那個笑容是非常燦爛 眼睛是非常明亮的 他一出現 一講話就是很受歡迎 很受敬重的 所以這樣子一個人 從一個拜金族 變成一個農夫 他認為他找到他生命的衣龜 農地就是他的道場 他很少 其實三天天佛王打坐 功休聘經 他整天在農地工作 找出晚輝 工作時間他很長很辛苦 可是他非常的快樂 他身體本來很差 變得很好 可能有心臟病啊 什麼什麼 一對也很挺香都好了 吃了那麼簡單 住了那樣子的 很簡單的房子 用他們破舊的東西 而且沒有什麼多出來的 像現在旅眾很多都會買很多很多東西 那真的有需要嗎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好的陽光 好的空氣好的食物好的水 可是現在容易取得嗎 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太多東西 所以把基本器要破壞掉 好的陽光 沒有 都是城牌 陽光在城牌 背後 好的食物在哪裡 沒有 都是些假食物 安毒 安毒的食物 水 多喝水就好 很多人需要的太多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所以聖連食物告訴我們 需要的要去掌握 要去保護 可是 可以不必要的 就是不要那樣子的去想要 很多東西 很多人往很多房子啊 很多汽車 很多衣服啊 皮包圖 那些都是需要還是想要 需要 需要啊 是嗎 對很多人認為是需要的吧 可是 找不到好食物 一把菜都十塊錢 他說 那樣貴 吃得很方便嗎 他可能會這麼想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要好好想一想 我們的需要跟想要 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未來 我們自己的未來 還有我們下禮拜 我們的未來付出的支持 孫生的幸福 我們先來到這裡 所以我們想到的東西太多 反而會讓我們實實在的需要 會影響 其實這些都是連結的 那接著我們是不是兩位 可以對教先生的一些嗎 好 好 大家好 這是很難回答 但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去探索 這兩句話存在的關係 它也不應該是問題 因為所有的問題 當我們進入到思維 想要去整理出 符合你的價值觀的時候 那個問題就浮現了 我個人對陳老師 這個問題的一個疑問 我倒覺得也許他想試圖 透過我們自己內在的整理 來自己探索 到底我是一個常常想要 還是我一個努力需要的人 所以以下我個人的一個見解 跟我平日的思考 請大家不要當成 是我想要推給大家的答案 用這段時間是你們的 請你自我介紹是我的 當我開始在金山 很為難的一個山坡地 去經營一個這麼大的一個 超出我的經驗跟能力能夠負擔 在將近五甲地的農場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感覺是 我必須要先定義 我想要去染植一塊土地裡面 我心裡想的是什麼 我是想要從事一級二級農業 就像現在大部分的農作一樣 所謂的一二級的農業 就是要採出 要獲利 要溫飽 我先問我自己 我要的是要一二級農業 還是我要的是三級農業 休閒 教育 美化 觀光 又或者我想到有一外一種 我所知道的 產出休閒 觀光 教育以外的 就是我自己高興 我自己滿足就好的 所謂的四級農業 那個我把它稱為心靈農業 也許我在這個當中 我只想去實踐一件 我想做的事情 那在這邊 它很多東西同時在流傳 它揚毀著我想要什麼 我想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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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最後我做了 我用我的方法做了 我從神祠修明會的修明農法入手 它很像台灣講的自然農法 那我也去學習 有很多有機的前輩 已經在實行的農法 比方說生物防治 有機師匪 或者剛剛我想法師 讓我們欣賞的 看起來是科技農業 卻是驚喜動透 把土地跟食物完全 很大比例 阻絕於自然的陽光 和月光之下 這樣子的一個農業發展 也就是說 一旦有行為以後 所有的想要在我的感覺 就如會需要 因為我們已經付出了 在對價關係裡面 阿遠個人以為需要就發生了 所以我很怕 在這一個論述上面 或這樣的觀念裡面 去告訴我旁邊的朋友 或者告訴我的夥伴 我們只做需要的事情 不要落語於貪稱吃 去追求很多會想要的 那因為我看到自己的矛盾 我每次做的都是我很想要的 我想要新林農場 我想要四季農業 可是這個不是真正的需要 以我在做手工肥皂 我真正的需要 其實我應該要的是 很豐富的廟草產書 但是 我在追逐我的需要 所以 我的產書回報給我的 已經不單單是產書了 我認為我很感謝我的想要 他回報給我的是 有一些人在市場上 他是被阿遠在處理土地 處理農作物 處理原料的想法吸引的 所以你們透過我的想要 事實上支持也滿足了我的需要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此 剛剛子老師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腦袋裡面就想過 是什麼原因 支持我八年的世界 在這一個土地上面 在 我很便宜的農地租金上面 我要一直維持 這麼 所謂的 低產書的一個收入 那我自己在這邊 有一個學道就是 在佛經裡面 我自己非常棒的 我很喜歡的 這一句話 也就是說 有人在解釋 其實 整個佛學的精神來講 它事實上 就是一個 靈圓的 什麼學 樹林的靈 花園的圓 也就是說 整部佛經的思考 你可以用靈圓哲學 跟自然哲學來看 你就懂了 那個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感樹恩 念地德 感謝的感樹木的恩惠 念思念的念 土地的 那個道德的德 感樹恩 念地德 之後呢 起而行禮眾生 也正是在土地上面 我想法師剛剛一次很傳遞 很重要的 也是KKF龍法 很重要告訴我們的 那個 你根本肉眼看不到的 文生物 它事實上在分解 在消化 所有在地球上 留下來的 有形的 有機物 正因為這樣子的分解 我們沒有被動物的屍體 填滿我們的土地 我們也沒有被 已經超過三百億人 在五千年級死到現在 超過了三百億人的 有機物 那在這裡面 我們看到了 原來當你在想像一個境界的時候 我想要而我去尊重那一個需要 這兩個東西 我們只要找到它和諧共處的方法 可能我們心裡面的掙扎跟對話 會降低到最後幾乎沒有 因為我們提出想要和需要 也許是為了便於區域 為了便於傳播某一種價值 事實上如果在我們無悔的農法裡面 或自然的農法裡面 我們關心或參與這件事情的人 阿元的經驗就是說 我每個禮拜有兩次 我在尋釋我的農場 我站在我的農場的時候 我就一直告訴著我自己 我不能去想下一季收成多少 但是我現在永遠要做 可以預約或者幫助下一季跟多少的事情 所以關於這個內在的變成 我在想輪回跟大家的分享就是 我們需要透過很長的學習 自我對話以後的成分 我們才能夠找出自己認同的 那一個你自在的價值觀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去做 你一定可以逼它舒適 甚至於跟高雲屋不斷的傳播不斷的渲染 因為你想要很多東西 它滿足你的價值 朝著你想要的地方去做 而你真正需要的 只要在法律跟自然正義的前提之下 不要讓它漁願 法律跟道德的那一條線 也就是 可能是在兩千多年前 還是在三千多年前吧 雅里斯多德講的 我認為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認為 在那個時候 在希臘 他就講了 他覺得 要一個國家人民 大家能夠健康安全 和福強 我們需要的是 健康的 政治生態 但是在政治生態裡面 我們必須要同時接受 法律生態和自然生態的存在 所以我只能用這樣來做結尾 我覺得智者就是智者 法律生態談的是需要 是一種規範最一限度 自然生態談的是想要的 可能明明是從我們的DNA 歷劫往生千百代以來 我們都渴望 能夠有天人合一 施法自然的那一天 所以關於這邊我的分享就是 阿遠是一個很想要的人 可是當我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在處理需要的那個部分 希望我這樣子的一個回覆 能夠滿足有一些下面的朋友 你們的期待 這是我的經驗所帶給我的力量 謝謝 我想阿遠先生 我剛剛聽到好幾個提問 其中一個就是 努力耕耘 不去過分的問收貨 努力耕耘那份收貨 是上天次女的必然 好 接著我們歡迎劉曉先生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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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看法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看法 他說 我們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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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需要活動 我們需要活動 幸福日 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的 他說 我對需要的定義 就是我是人 我需要吃 我需要這些活下來所需求的東西 需要活下來所需求的東西 這是需要 人 人 物質的發生 我們 入生 由人 人 入獄 去 人 人是很長的長的路 他說我們人是演化出來的 花了三千個百萬年 這樣的演化出來 我們人這樣演化已經很長很長一分時間了 我們不是只有身體 我們只有心靈 我們只有靈體 所以所有人的演化 都是很複雜的 他說人其實是很複雜的 人不是只有看得到的身體 人還有看不到的心力 甚至是哪要看不到的心靈 所以人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So, if you use your brain to think about what I want it's infinity it cannot count you have a lot a lot of things to want to have because you're very clever 他說其實因為人是這麼這麼地複雜 所以當你用腦筋一曲想一想的時候 其實這些需要想要,就一直冒出來,一直冒出來 其實是無止境的 他說需要跟想要其實蠻簡單的 就一直剪,剪到你發現真的 再剪下去會死掉 或活不下來的,那就是需要 沒有手機會會死掉 有些人會啦 沒有開玩笑的東西 我有點跳痛 他意思說一直剪,剪到你真的因為沒有 會死掉的那個東西就是你的需要 需要 好,需要第一個是什麼 乾淨的空氣 沒有乾淨的空氣,必死無疑 所以乾淨的空氣 必然是需要 好,水呢 沒有好的水,或者是沒有什麼水 保證七天內會死掉 所以水也是必然的需要 他說如果沒有營養的食物 或好的食物 幾個月,三個月也會死掉 最快一定是需要 所以這就是三個 你真的要吃 但是 如果喝太多 它不太好 如果喝太多 食物 就會超過 然後你會感到 那你會感到 那你會感到 他說這三個 空氣,水 跟食物是我們需要的 但是 那個剛剛好 如果食物吃過多了 也會胖 對身體 產生很多的疾病 這也不對 所以 如果你知道 你真的需要 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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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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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有好的空氣 好的水跟食物 可是我們 當食物要破頭的時候 反而是破壞了土地 破壞了這些東西 所以這又是過度了 又反而是剛剛講到的 想要會殘害需要 所以這只是為了 身體 很簡單 但是為了你的心 如何 你能有幸福 為了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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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説 剛剛講完了有行的身體 那心理呢 這個無形的心理呢 為什麼會擔憂 甚至會覺得很有壓抑 甚至心裡面會覺得傷心難過 甚至心裡面會覺得傷心難過 其實往往都是我有一些想要的東西 欲望不能滿足 這些造成我的不快樂 有人说, 这些位置的最坏, 这些位置的空间, 这些位置的位置, 这些位置的位置, 是准确。 准确, 人们自己的位置, 因为准确的位置的位置有很多位置的位置。 所以說今天的高科技的時代很多很多的憂鬱 事實上很多人是因為自殺的原因主要是想不開 想不開其實就說在今天的高科技的時代好多人因為憂鬱而自殺 因為 ITH 帶你去做的事情是難以均衡 與真正的邏輯 你不會有真正的邏輯與真正的邏輯 尤其是在今天的科技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幻象的 因為在這個馬上就可以看到的電腦或是快速的訊息的時候 其實往往真實跟幻象的分不太清楚 所以人們是一個社會的人 我們需要朋友 我們需要家庭 但是在 ITH 和你的朋友和家庭 你認為這會令你更親密 但是在 ITH 和你的朋友和家庭 人也需要家庭 但是因為 IT 的關係 你很方便或許有很多 或許是臉書或許是Line 你覺得跟好多好多的人互動 其實這一個科技時代造成一種好像 人有這種社會性的需求 可是卻誤以為這是真實的 就是從電腦來的是真實的 所以你真的需要家庭 是智慧 並不是知識 你必須是智慧 你必須是智慧 看法要用這些科技 像是智慧 為你的幸福 為你的相似 為你的幸福 為你的健康 這就是智慧 而你不知識 你會有很多在 Google YouTube, we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but you lost the wisdom to use them 他說,就今天我們世代是一個高科技的世代 我們不需要更多的知識 我們不需要更多怎麼用這些IT的知識 怎麼去Google,怎麼去用這些東西去找資料 我們需要是智慧 我想,等一下先生想講,他不是反對IT 我們需要怎樣用這一個高科技的智慧來讓我們更健康 來讓我們更快樂 這個是智慧,而不是需要更多的知識 I think the IT system, the IT world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 brings you to the illusion and you cannot separate the truth and illusion so if you have not enough wisdom beware yourself, like me I think I have no wisdom enough so I have no cell phone I never have 這下先生說,所以在今天的科技時代 造成的真實跟幻象 需要有很高的智慧,才不會把幻象當成真實 那因為德小先生自己說,他其實沒有什麼智慧 所以他根本不敢用智慧 不敢用這個所謂的高科技的東西 所以他身上沒有高科技的東西 因為他沒有那個智慧去分辨高科技會帶來的幻象 所以他不用這些東西 So I use a time that most people use for FB Or the line, everything that you use I never use I use that time for meditation because meditation makes me more wisdom than using FB 他說我不用臉書 我也不用耐 然後我把用臉書跟用耐省下來的時間 去靜坐 去打坐 因為靜坐打坐可以帶來的智慧 耐只是挺多帶來的支持而已 或是一些資料 他說我從動物的身上 我從這個森林 我從這個樹木以及土地水 這個等等大自然的這些元素 我學了非常多的智慧 這些遠遠遠遠遠大於我可以從這些所謂的今天的網路可以學來的 So in the past, the most number one enemy of the people is drugs like heroin, like opium, like many but now I think the number one enemy of the people is IT 他說可能二十年前 最大的危險是 科藥 或是酒精 喝酒飲 藥飲 他覺得那是過去最大的人的敵人 他覺得今天人最大的敵人其實是科技 科技飲 我的媽媽教了我 Rama 在佛陀佛 是自然 和法律的自然 如果你想理解 Rama 學習自然 和法律的自然 而不是理解 我的上司告訴我 如果我要學佛法 不是從科技裡面去學 不是從科技裡面獲得的知識 而是從大自然當中去學那個法 所以 最後的需要 我們需要 這個時間 我們 這個自由的時間 我們 生活在自然 學習 他們 工作 他們 他們 可以教你 什麼 好生活 什麼 你 做 你的生活 和 世界 所以我想 作為一個需要 剛剛講水的需要 空氣的需要 食物好的 食物的需要 我想要再加一個最後最重要的需要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需要 就是 留給自己時間跟大自然相處 跟大自然學習 不是認識自然而已 而是跟他們學習 也不是去研究自然 怎麼樣研究自然可以讓我更富有 而是跟大自然學習 抱著跟大自然學習的心情 那自然我想 對於生命的認知 怎麼樣讓自己的生命可以過得更自在 更平靜 也有序 所以 自然是傳達的 自然 自然的神 真正 なんか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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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noon to the people, for the nature, how much you use for the IT, for the Facebook, for the LINE, how much? Ask yourself what is real need for you? You can ask yourself because we have 24 hours only, a day only. 他說自然其實是很公平的,首先他們會歧視,不會說你是那個特別有錢的自然就對你特別好 或是你沒有錢 自然是很公平的意思是 你花多少時間跟自然學習 自然就會回饋你多少的智慧 那當然就是要看我們一天的時間花在哪裡 如果我們花在臉書 花在所謂的耐太多的話 那請問我們到底真正的需求 臉書可以給我們嗎 所以想要表達其實還是一樣 科技在科技上面 我們只要從自然獲取我們要的智慧 所以我們需要的智慧 去生命和幸福 所以智慧需要的時間去練習 所以你必須找的時間去練習 去獲得的智慧 去生命的智慧 這真的需要的時間去練習 去獲得的智慧 在今天的科技時代 尤其是需要給自己一定的時間來練習 因為科技的時代需要的是智慧 這個智慧是需要時間去投入 藉由靜坐 藉由這些剛剛雷孝先生推薦的 跟大自然相處 來獲取這些智慧 因為也唯有得到這些智慧 才有可能得到我們要的幸福 我想心裡成長也是幸福的重要的路徑之一 所以剛剛我想一個簡單的對話 其實也是很有趣 跟小先生讚嘆的是智慧 讚嘆的是情人高科技 然後我想老師 我想可不可以我們延續剛剛這一個話題 我想老師您有沒有想要繼續 由兩位所展開來的繼續延伸好嗎 好 剛剛雷孝先生一直在講 要跟大自然相處 跟大自然學習 要開發智慧 阿遠先生也談到和諧共處 大家都很平安健康快樂 上了一個主題 再談到我們今天的大主題 是親裡與土地的對話 我們還是談到農地這件事情 我想再提醒的就是阿遠先生的一句話 他說佛教其實就是臨源哲學 臨源哲學 這個蠻有意思的 那很多的臺灣的農曆其實也在林園裡面 是在山上 在郊外 大部分都會這樣子 為什麼 林園 能夠 創造出佛教 為什麼 釋迦摩依佛 他是在樹下打坐的時候 開悟常活的 因為大自然 讓我們很放鬆 人在大自然中 會更深心愉悦 他的智慧更能夠開發出來 但談到跟大自然學習 我發現很有趣的是 臺灣的有機或自然農房 其實發展得慢 而我有一段時間我就會去 我看過了比較好的農場再去開展 我發現到一件事實是 很多的農場的主人 他是跟著他的地在進步 是地在提升他 他是在跟地學習 他的農地就是教他很多東西 從這裡面他一直在成長 那我自己在從農地的工作中 我也發現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是在書上在聽講都學不到的 真的就是你要親自去親近土地 親近去操作 你才得到的一些經驗 而且親近土地讓我非常歡喜 非常快樂 我有時候騎著摩托車出去到林地 在路上我就一直笑著出去 真的就是很開心很開心 我不要去農地了 也常常去就不想回來 我今天早上回來啊 來這裡之前我想去農地 可是我想我一定會遲到 因為我會不想離開 我一定會變成遲到 所以我就知道不要去農園 農園林地讓人很快樂 因為那邊有很多的氧氣 很多的糞朵精 很多的英靈子 很多的蟲鳴 叫青山綠樹 所以讓人真的是心旺神移 而且更換氣 我們一些土可以排除掉 而且摸土壤 土壤有些微生物 他自然就是憂鬱症的 有些微生物就是憂鬱症 你接住他 你自然就是快樂 那你自己親自去操作 你去做一點東西 去打扒腸 或是去澆澆水 這是我生產的食物 這個成就感 就讓人很開心 是不是 所以我非常鼓勵大家 盡量去農地 去親近我們餵養我們食物的這個農地 這是非常寶貴的地方 而且小孩子應該從小就帶去農地 讓他們不是對農地那麼疏離 那麼陌生 他們可以學習的東西非常的多 同時 在中國禪中 有很多的禪師 也都是在農地開悟的 那有的人 在農地 丟塊石頭 咦 咦 發生有聲音 他開悟了 是不是 那有的人 就走走路 或跌倒一下 或是野鴨飛過去 他開悟了 咦 這種事情很多 就在農曆中 開悟的機會就很多 那聖元師父也 也有講說 就職官法 你就看風洞 風墜草洞 或是看水流 咦 我們明朝的 海山大師 就是看著水流 就開悟了 他就在那邊 就開悟了 有職官法 你什麼都不想 不起分別 在那邊 就是感覺 不起分別 這好啊 不是亂想 就可以開悟 就可以入病 這都是很好的修行 我先講到這位 謝謝 想要跟需要的確有差別 我們的時間 只有一個小時 可是我的想要呢 我還有 不願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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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